可怕的卧狐人将几人团团围组 为了保护重来 卡特只能一跃而上 拼死一搏 勇敢的外星狗狗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加入到战场中来 卡特也凭借超强的能力大杀四方 但无奈敌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没过多久 筋疲力尽的卡特就被源源不断往上扑的卧狐 淹没在人堆里 危急时刻 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在空中 毫不客气的对准卧狐人就是一顿狂狂乱长 没过一会儿 卧狐人就溃不成军 四处乱窜 解决好麻烦之后 他们将卡特从死人堆里扒出来 公主赶紧上前查看 还好卡特只是晕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 左丹王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公主看到后激动的想要上前解决他 却被老国王拦了下来 而狡猾的左丹王也就此上演了一出苦肉劲 看到左丹王一副赤诚的样子 公主最终被蒙骗了过去 乖乖跟着他们返回基地 看到飞船走后 索拉和外星狗狗这才从沙地里钻出来 而卡特这边被人控制 正准备将其用飞船运走 危急时刻 外星狗狗及时出现 将男人扑倒在地 趁机要坏其手臂上的控制器 这才解除光头对卡特的控制 卡特过去一把夺过光头胸前的银牌 紧接着就驾驶飞船离开 外星狗狗见状赶紧跟了上去 但是驾驶技术明显不行 差点开场就摔死 好不容易逃出基地 还是依靠索拉的帮助才摆破追兵 而此时的外星狗狗早已快速出城来到索拉身边 而一边的卡特撞上土包 还差点把小命给搭上 简单调整过后 两人又再次出发 为了救公主 他们选择回萨克族人的基地搬救兵 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站岗的萨克人看到他们还没出手 下一秒他们就以帅气的姿势扎紧沙漠 当他们反应过来时早已被站岗的萨克人包围 紧接着他们就被士兵押送回基地 其他萨克人见状纷纷上前围观 然而当卡特着急地掀开帐篷才发现 此时坐在王位上的另有奇人 卡特这才意识不妙 紧接着他就被丢进了地牢里 现在的萨克族已经变成了毒牙掌控全局 在地牢里 卡特看到了伤痕累累的族长 族长一直是卡特为新的希望 当他看到卡特被抓回来 才意识到一切都完了 然而当他听到卡特把索拉一起带了回来时 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暴露 将卡特一把甩飞出去 恨怒的族长用尽全身的力气冲过去 将卡特高举半空准备解决他事 没过一回 却因为伤势过重晕了过去 还没等卡特缓口气 一群萨克人冲了进去 将两人赶到了外面的竞技场 观众席上早已坐无虚席 周围遍地是野兽的尸体 紧接着在毒牙的一声令下 一只可怕的六角怪物被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